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好心地说 哪次找你 都是在写写写 你简直掉前眼里了 我本来打算怼回去 想想算了 她也不容易 结婚快二十年了 老公据说 早就出轨了 两个人一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表姐无数次 咬牙切齿说离婚 却从来没有付出行动 说是为了孩子 可她早熟的儿子 早就放话出来了 你俩与其天天吵得 鸡飞狗跳 不如早点离了算了 这些年 表姐一直在一家公司 做薪水很低的库管员 她老公收入蛮高 其实 她是怕一旦离了 自己的生活质量 会下降一大截 却又接受不了 这样的婚姻状况 活得很拧巴 所以经常晚上 会心烦意乱 就想出去唱歌 发泄发泄 却十次有九次半 我都推辞 说有时间不如挣点钱 弄得她对我意见很大 没办法 我和她的想法 总是无法共鸣 这些年 我看过太多失败的婚姻 都火广告般地告诉我 钱比婚姻更有安全感 一位情感专家说过 一个女人应该怕的 不是恋爱时的劈腿 不是婚姻里的出轨 而是既不能摆脱困境 又不能给自己更好的选择 是的 等你口袋里有钱 又变得既瘦且美的时候 你发现 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好 包括感情 你可以选择留下来 也可以选择离开 自主权在你手里 我从不隐瞒自己喜欢钱 就像张爱玲说的 我喜欢钱 因为我不知道钱的坏处 我只知道钱的好处 那年母亲住院 隔壁住着一位七十多的老头 忘记是什么病了 反正就是 长期需要治疗 还意识半会儿 要不了命的那种 她有一儿一女 每天轮换着守护她 有好几天 似乎没看到两兄妹的身影 一天中午 听到隔壁的老人 嚎啕大哭 弟弟赶紧去看 原来是变人家属 几天不露面 住院费欠了不少 一直联系不上老人的儿女 护士说 如果再不续费 就停止治疗了 老人绝望之余大哭 他怪自己拖累孩子们 又都不富裕 孩子们不是不孝顺 是真没钱了 我在隔壁厅的满心悲凉 是啊 不是到了山穷水尽 谁会把父母扔在医院呢 到了下午 老人的儿子出现了 交了欠的费用 说是和他们老板磕头 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 老人儿子一脸愁容 始终刻在我脑子里 平时无关紧要 大家都是一天三顿饭 尚且看不出什么大差别 就怕一件事 钱就会显现出 他或伶俐 或温情的一面 你若少了他 他便让你愁长百计 看尽冷眼 你若拥有他 他便会给你体面的生活 给你优雅自如的神态 上个月 我的小号转载了一篇文 最大的人生目标 是让爸妈过得好 作者说 青春散场 一个跟头摔尽周年 突然感觉到 生活的锋利和艰难 倘若有爱又有钱 来支撑父母摇摇晃晃的晚年 那真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 用我努力的速度 赶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我把这篇文章 分享到朋友圈 写道 我最大的人生目标 是希望爸爸钓鱼时 和叔叔伯伯们 有显摆的资本 真的 我发现 人越老 虚荣心越强 或者这么说并不确切 但爸爸几次和我说 他老人家钓鱼时那些事 某叔叔穿的衣服 都是他儿子给他买的 某伯伯的棍女 最近给买了什么新家店 貌似漫不经心 其实是在晒玩 父亲的退休金并不低 以他的生活标准 连工资的一半都花不完 可是 他乐见孩子们长出息呀 这是他骄傲的资本呀 对于老年人 孩子 才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孩子过得好 他们就抵达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钱的好处很多 家有千金 行指由心 钱能帮我们解决掉很多麻烦 给我们从容 上个月 我的一位读者和我感慨 现在的女孩太物质 这位男生家庭条件不好 刚参加工作两年 工资除去房租和吃饭 所剩寥寥 有一个谈了半年左右的男朋友 和他提出分手 虽然对方没有直说是因为嫌弃他穷 但他清楚 自己确实是太寒酸了 总共就请人家吃过几次拉面 至于礼物 除了送过几朵玫瑰 还真是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女友倒是送过他不少衣服鞋子的 男生感到很惭愧 也不好意思死去掰来挽留 只好眼睁睁看着他走了 他的话让我想到前几天 刚刚看过的电影《前任三》里面的一段剧情 于飞和丁点闹分手 两个人还对方恋爱期间互送的礼物 你还我衣服 我还你鞋子 你还我单反 我还你手机 透过那个场景 不由让我对丁点多了很多好感 在送礼物这件事上 他虽然是女孩子 但并没有只是接受 而是你送我木瓜 我还你穷鸟 一点不露窃 这虽然是态度问题 也和钱是分不开的 没有钱 连给对方送礼物的底气都没有 那些通过钱买来的礼物 是一件件动人的心意 王尔德说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以为 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老了 才知道的确如此 原来 他老人家才是望年之音 女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两年 无论多累 我都不会矫情 我只有一个目标 多写文章 多接文案 多挣钱 朋友们都说我越来越好看了 其实是我脸上的线条 越来越明快 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戚戚爱爱 整个人都是清清爽爽的 是的 我喜欢钱 喜欢自己用努力换来的钱 因为有了钱 我才可以拥有说不的权利 因为有了钱 我才有能力去爱我所爱 呵护想呵护的人 因为有了钱 我才不会因贫乏而将就 窘迫而委屈 伪顿而施爱 无力而悔恨 所以 没事 还是多挣点钱吧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这篇文章 记得转发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听到 我是杨阳 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 可以在文末 找到我的个人信息 关注我的个人公号 向日葵的故事 期待与你再次相遇 晚安 好慢 谢谢你 陪着我 走了这么久 现在 你可以放心 松开双手 不用担心我 答应你 不忘记 故事和温柔 过去 打鞋冒险 随着心跳动 努力的执着 我 不得已 需要被放弃的约定 在明天 因为怀念变得美丽 从透彻的眼睛 看见勇气 让我们 让我们都能幸福着 在各自的旅程快乐 回忆作梦 摇摇笑容 一直摘放着 有一天都会幸福的 伤口被担心跳动 伤口被拥抱 却愈了 眼泪倒流 会游到彩虹 温热心的天空 答应你 不忘记 故事和温柔 过去 那些牢线 随着心跳动 努力的执着 不得已 需要被放弃的约定 在明天 因为怀念变得美丽 从透彻的眼睛 看见勇气 让我们都能幸福着 在各自的旅程快乐 回忆作梦 要让笑容 一直绽放着 有一天都会幸福的 伤口被拥抱 却愈了 眼泪倒流 会游到彩虹 温热心都天空 多年后你遇见了我 记得分享 记得分享 你的什么 最怕爱过 最后只剩下寂寞 让我们都能幸福着 在各自的旅程快乐 回忆作梦 要让笑容 一直照亮 孤单的时刻 我们会永远幸福着 伤口被拥抱 痊愈了 眼泪倒流 会游到彩虹 温热心的天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